欢迎收听由飘将为您播讲的《垂调诸天》第三卷第26集 《神帝轮流坐,今天到我家》 北风这突然出手,超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再怎么说,神帝离现在还是名义上的神帝 直接大手落下,探入到冥冥之中的虚空内 化作了数十万里庞大,遮天蔽日 手掌如同龙爪散发着惊天动地的气息,封锁一方空间 手掌之上,一条条沟壳纵横,有混沌器流淌 而敢,神帝离怒了,一身实力尽数爆发 神帝离没有想到,居然敢有人向自己动手 双手虚抱天空,向天一拖,一方大印浮现 有无上权柄凝聚,此乃生灵共尊 神帝未格,咔嚓 笼罩一方天地的大手落下,有雷霆游走 虚空直接坍塌 数十万里的大手探下,磨灭一切 印玺冲天而起,如同太古神山砸下 掀翻天地,可惜没有用 只是掌风临近,无敌的气息爆发 直接压得印玺一寸寸地军裂,而后爆裂 不可能 神帝离心神恍惚,回过神来,脸色猙獰 大手自称一方天地 任由神帝离如何爆发,皆是将其一把握住 而后缓缓收回 而在大殿之内,众多神魔只见北风一语落下 而后伸出了一只手掌 手掌隐没于虚空之内,消散不见 下一刻,手掌收回,神帝离的身躯缩小了千百倍,落在了北风手中 这就是神尊吗?怎么可能这么强?神魔镜 一群神魔师生,实在是差距太大 同为神魔镜,但北风一身实力之恐怖足以斩杀自己等人 一群人生出了恐惧 之前大家都是神魔镜,除了听到一只能够剥夺自身权柄 打落神魔镜之外 就算是神帝离,也奈何不得其余神魔镜 是以众人心中对于神帝离呢,只是表面恭敬罢了 但现在看着北风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确实让诸多神魔头皮发麻,心中危机大作 一把将神帝离自层层的空间之中抓出来 北风不以为意 漫不经心地将神帝扔在大殿之上 你是要造反吗? 神帝离强忍着恐惧,开口呵斥 此界天道意志存在 神帝离不信,北风胆敢对自己如何 神帝离无道,怯战无能 今日,无意为神帝,尔等可有不服 北风目光逼人 两道光芒自眼中蹦射而出 光芒之内无数大道天道 纹路浮现,震慑诸神 无神帝之为,乃是天道意志所赐 安敢夺我地位 神帝离起身,向着北风呵斥 同时向着周围的神魔开口 尔等还不将其拿下 届时天道意志,自然有感 赐下赏赐 我,以为神帝 北风看了一眼神帝离,没有理会 直接抬头看向了苍天 声音震动了整个震魔星 准 一道冷漠的声音 在整个震魔星上的生灵脑海之中响彻 赫然是天道意志 直接认同北风 承认北风之位格 不 神帝离一愣,而后猛然咆哮起来 神帝离尽管不在意神帝的位格 但是也不希望自己的位格是这样没有的 哼 北风转身,向着神帝离一眼瞪去 悉情天道爆发 直接将神帝离拖入到幻境之内 勾勒出了神帝离内心的一切欲望 无等,拜见神帝 拜见神帝 无数道声音嘶吼 响彻整个星辰 一尊尊神魔镜也是弯腰 不敢直视北风 北风不是神帝离 奈何不了众多神魔 北风不同啊 那是能够斩杀自己的存在 众多神魔 哪怕心中有别的心思 这一刻也是不敢作乱 周天一颤 一股伟岸的意志全面复苏 天地大道一浮现 天道横空 一股无上的位格 瞬间加持在北风的身躯之上 让北风在这一刻目光所及之处 能够看破九幽 整个阵魔星无数的声音一举一动 皆在北风的掌握之中 北风此时的位格 比起神帝离的位格 何止强大了十倍 神帝离实力不足 这是名义上的神帝 诸多神魔镜根本不买神帝离得上 但是北风不同 直接与无上实力镇压了诸天神魔 整个世界的至高位格贵不可言 我一语三体星一战 彻底荡平三体星 没有来得及慢慢去体会这一种 至尊境界的感悟 北风开口 神帝位格加持 让其充满无尽的威严 言出法随 神帝不可呀 三体星强者众多 五等实力不足 只能够勉强防守 一尊神魔镜听到之后 头皮发麻 急忙跳出来阻止 开什么玩笑 这尊神帝莫不是 比前一任神帝离还要啃 现在三体星是大 强者众多 镇魔星怎么可能打得过呢 神帝请三思 请三思啊 又一尊古老的神魔 站出来攻身一礼 不如神帝带领五等 上柄天心 暂且退去 日后再来谋划 负义 我同意 以五等的实力 根本吞噬不了三体星 不如离去 诸多神魔都是纷纷开口 不愿意再战 实在是这数百年里 大多神魔镜都陨落了 根本就打不过三体星 交战数百年 三体星陨落的神魔 一个也没有了 因为镇魔星上 没有能够彻底 斩杀神魔的存在 而三体星上 却是存在 拜莫斯这等强者 斩杀神魔 尽管不是 砍瓜切菜 但也差不多 镇魔星上的神魔镜 陨落上百尊 要不是因为天道意志 重新挑选神明赐予权柄 现在还不知道 只剩下多少尊的神魔 谁知道下一个死的 会不会是自己 是以众多神魔 皆是反对北风的提议 不愿再战 北风坐在宝座之上 冷眼看着下风 任由着一群神魔吵闹 真是天真 先不说我 单单只是此戒 听到一指 就绝对不会允许 这数百年来 此戒不仅仅 没能够吞噬三体星 反倒是消耗了 海量的世界本源 听到一指 怎么可能会善罢甘休呢 北风在继承 神帝位阁之后 镇魔星上大小事情 再也没有能够瞒过北风的 他自然也知道 天道一指 正在镇压一吞大魔 也正是因为如此 天道一指 此刻已经没有退路了 要不吞噬三体星 弥补不足更进一步 借此机会 甚至能够彻底磨灭大魔 将其彻底的吞噬 化为世界底蕴 要不就是现在离去 本源损失惨重 而后过一段时间 再也压制不住大魔 被大魔破风 毁灭整个世界 因此 北风听到下方 诸多神魔准备避而不战 甚至想要让 镇魔星远顿的话语 才会忍不住发笑 下一刻 不用北风多说 一股古老沧桑 庞大无比的意志 彻底复苏 一道不容违背的意志 出现在众多神魔镜的脑海之中 天道意志 有令 不惜一切代价 以神地北风为首 吞噬三体星 一群神魔镜 顿时如同死了爹妈 这脸色 漆黑得如同锅底一样 这就是天道意志 在逼着自己等人去送死啊 诺 但此刻神地北风 镇压一切不服 天道意志 监测诸天 众多神魔哪怕不愿 可现在 还是得咬着牙领命 而离 直到现在 还没能够从 七情天道的镇压之中 清醒过来 让我看看 你到底能够做到什么样 北风露出异色 挥手将七情天道消散 留下了一群神魔 镜子离去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